富里香农会第二届酸菜萝卜节 今天是在稻草艺术园区举席 吸引了大批游客民众 现场拔萝卜还有采挂采 其中一大早远从台北来参加的哈雷车友们 他们热情参加了 笑声说他们是回娘家 透过拔采及现做酸菜 福菜还有萝卜干等农产加工体验 进行了一堂扎扎实实的食农教育 游客民众夏天拔萝卜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满载而归 接着来到这一大片的挂菜田 磕磕硕大无比 采起来即过瘾又满足 地主黄老先生也感到开心 一号 今年那会给你这么大 很厉害 很厉害 你没有给它吃它不会给你吃 现在那么多人采你的萝卜 心里怎么样 开不开心 帮一颗好彩头回家 富里香农会第二届酸菜萝卜节 除了在地农民的权利配合 游客民众 尤其清晨远从北部祈祷场的哈雷车友们 也热情参加 笑称是回娘家来力挺 而透过了拔采萝卜挂菜 现做酸菜福菜以及萝卜干等农产加工体验 来进行一场扎实的食农教育 我们期待未来 在我们三巨头的领导之下 我们农粮署 东勋分署 以及农业部 所有的中央部会一定会持续的支持我们富里香 已经第二年了 一年办的比一年好 因为看这个人数及乡亲来的热度 这个就是我们农会在办节目的成果 各位 每个长官 贵宾 还有我们哈雷的团员们 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农园行大运 以挂菜的一生以及萝卜农产生态为主题 农会带领大家体验友善环境农耕的成果 并且借着农产美食品尝会 让大家了解在地族群从生产到餐桌的食农饮食文化 那这个也是我们传统的客家的饮食文化 也是关于我们的稀食的这个文化 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把它传承下来 而且这对我们的饮食文化 还有包括我们的食农教育也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在去年办了以后 也深受我们在地啊 还有外地的这些游客非常大的一个喜爱 所以今年我们就办了第二届 福里乡农会借着再平凡也不过的萝卜 以及挂菜蔬果农产 带领大众领受在地客家族群传统饮食文化 认识客家祖先门过人的农产智慧 未来农会也将会继续办理食农教育推广 让福里乡的酸菜萝卜节 成为在地重要的农产活动指标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责告 揭坚 优优优独播 剧场 制优独播剧场